我们来看到是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 他分析了说中国现在房地产的状况 他说中国政府推出了很多的稳定政策 可是被认为是失败的 因为自从恒大爆雷之后 现在看到中国房价是持续的下探 那么他们就指出说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不管是新建这个新陈屋还是二手中古屋 房价都是下跌 而且下跌了高达了百分之四十了 那么他说最重要的是 目前看不出来有任何止跌的迹象 预估未来还会再跌个百分之十 甚至到百分之二十 整个房市低迷被认为 恐怕会持续到二零二五年底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他们号称说 推出了很多政策 可是却没有办法 为这个房价的水准可以止跌 被认为关键原因就是 过去中国GDP被认为大半 都是由房地产所创造 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是不是有一些过度依赖的这个现象 所以或许现在在政策上 他们希望可以减少房地产投资 实现所谓的经济多元化 那么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那我们也来看看 现在中国年轻人 他们会不会想要买房呢 在一份二零二四有意思生活的方式报告当中 就提出了中国年轻人 现在消费趋势有四个 分别是金饮食小跟不买房 金指的是他们现在很重视的是 精神上的满足饮食 他们开始越来越重视 希望可以除了口味之外 还有一些健康的饮食 所以对于食材品质很重视 小指的是现在在一些小众的旅游 小众的景点开始变夯了 一来是这些地方可能保留了原本的原始生态 另外就是这些地方通常物价比较低 玩起来经济负担比较小 还有就是超过八成的中国年轻人表示 他们其实是没有买房意愿的 以上事情我给您也只是锁定华氏新闻 哈喽我是蒋新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